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你们知道吗 你们买的车可能已经缺版了 What 这是因为我国的环境问题 到了很严峻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开始不满雾霾 其实尾气牌放污染是主要元凶 开始面临着巨大的变动 近日 中国乐龄产产500多款乘用车 因为不符合GB19578 201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制标准 涉及多家知名品牌 包括大众温尺宝马 奥迪伊菲尼迪等60个品牌 553款车型 这一次的车型停产 彰显了我国控制汽车能耗 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的决心 其实早在2017年9月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已经宣布进化淘汰 产油汽车生产和销售的时间表 当时传得沸沸扬扬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是为了让传统原油车 为新能源吹载道 大力推广我国新能源汽车 主要是电力汽车和电的动力传动系统 如今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整个汽车市场都开始套拢新能源 这只是卖车的新一步 后续还会有更多车型停产和平售 而新能源汽车企业 也将在这一背景下顺先收益 更重要的是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已经占据了全球最大 走载的世界前列 如果你的车光荣上榜 一定要且买且珍惜 因为这意味着 这可能是国人印象当中的最后一代 对于想要买车的朋友来说 挑选一款适合的混动和新能源车型 是绝对不会踩雷的 和新能源汽车一样的 很容易颜色